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12月10号周三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力满腹盘 今天的大盘呢 是再次走出了一个说量震荡的一个十字心 而且呢,依旧是没有突破上方的一个五日 以及是均线的短期均线压制 但是今天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面现象 就是回补了下方3170点的一个缺口 那么经过了连续的一个调整呢 回补了缺口以后 是收到了3170点的一个上方 而且今天呢,有再次攻击上方五日均线的一个可能 那么量能连续的出现一个萎缩 那么在短期以内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阳线 去突破上方的一个五日和时均线的一个压制 那么今天整体的一个资金流向 北向呢,是小幅的流入了16个亿 我们整体的场内BBD呢 是流出了71个亿的一个资金 所以对于资金面来说呢 今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 那么今天的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走势 一个十字星在线 那么预示着短期依旧有变盘的一个可能 五日线上我们采取攻击的一个策略 那么五日线下我们依旧是采取防守的一个策略啊 那么在今天的涨停板复盘之前 还是先看我们昨天文章对于大盘的一个点评 首先周二的指数呢 就差一个点回补缺口 但是呢,没有成功 而且还是在五日和时均线的一个下方 说明调整呢,还没有结束 那么市场没有强主线带动指数继续上攻 只能继续防守的一个策略 周二呢,是下车了一个以领 原因是三天没有创新高 必须严格遵守铁律 久安呢,我们还急需的留在了车上 那么再看一下今天的以领和久安 今天的一个以领呢 是发生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挫 盘中的最低打到一个跌停 虽然说有资金在自救啊 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能够力挽狂澜 最终还是收跌了6.87个点 为什么我们昨天下车 也是由于昨天 一二三三天没有创进期的一个新高 而且呢,是跌破了一个五日均线的 那么再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我们三个止损点位的一个设置 第一,我们把第一道止损的防线呢 设置在五日均线 因为强势的标的呢 是不会跌破五日均线的 所以五日均线是作为止损的第一道点位 那么第二道止损线呢 就是当你上车的时候 一旦发生了五到七个点的一个亏损幅度 说明你上车的点位是错误的啊 这里呢,可以设置为第二道止损点位 但是这两个止损的点位呢 你都可以不执行 但是第三个止损点位 如果三天没有能够创进期的一个新高 像以领昨天下车呢 就是由于三天没有创进期的一个新高 必须要举间隔执行下车的一个铁率啊 包括我们之前下车的一个中游啊 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今天的一个九安呢 是没有选择下车的 原因是什么啊 第一点 今天的一个九安 是处于一个缩量下跌的一个走势 明显大资金呢 并没有出现出货的一个情绪啊 大资金整体并没有多 太多的资金流出 第二点呢 九安在这一波上攻的过程当中 从这里啊 从这里啊 包括从这里 那么20线是作为这一波上攻的一个强力支撑 目前呢 已经逐步的接近了20线58.80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耐心的再等待一天 看明天呢 有没有市场反攻的一个情绪 明天想突破67.71已经是不可能了啊 但是如果说明天能够出现涨停 那么就可以做一个反包的一个走势 所以明天呢 我们可以再耐心的等一天 如果明天还不能够啊 涨停 那即使是涨到了九个多点 九安一辽 我们同样也是要选择下车的 这就是三天不创进气新高的一个铁率 必须要去严格执行 那么如果说涨停了以后 我们可以耐心的再等待一天啊 那么再来往下 我们接着看文章啊 我们周二呢 也是选择到了八家标的 分别是六版的人乐 五版的新华制药 那么三版的隔离地产 那庄园牧场 包括二版的一个贵度百灵 太龙和西安 首版的呢 有一个如意集团 那么首版的呢 是只有一家如意的 但是呢 位置也比较高了 八天六版的高度 也不打算再追了 那么指数呢 也是被压在五字线和十字线以下 下方补缺以后 短期也不会立刻反攻啊 很多板块呢 都需要消化近期的一个火力盘 所以还是耐心的等待 市场调整结束以后 在进场 周三呢 是不上新车 耐心的等待缺口回补啊 今天的缺口呢 也是按照我们的一个预期 今天是直接回补了 我们选择到了几家标定呢 人人乐啊 新华 包括格力呢 是再次进击成功了 那么像贵州百灵 泰龙 今天的一个一一呢 都发生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挫 那么再次进击的呢 依旧有一个西安隐时啊 那么像如意集团 今天呢 也是发生了一个小幅的一个下挫 也是在五字均线以上啊 但是呢 目前的一个位置已经比较高了 已经不能够把它 仅仅当做一个手板去看待了啊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是没有去上车 任何的一直标的 目前呢 只有一个两层仓位的一个九安 是继续留在车上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 涨停板的一个加速啊 今天的涨停板的加速呢 一共大概是只有五十多家 那么其实相对来说 涨停板的加速越少 那么后期反攻的时候呢 场外的资金进场的一个情绪呢 也越高 所以对于五十多家涨停板 甚至是四十多来涨停板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比较安全的啊 那么一旦出现了一百二十家 左右的一个涨停板加速 说明场外的资金 该进场的不该进场的 全部都要进场了 那么场外没有足够的一个 资金流动性 那么短期来说 那么市场呢 也就很难有非常大的一个表现 那么近期为什么 只说没有出现大幅的一个上涨啊 和这个北上资金进场的幅度 每天都是小幅的流入啊 也是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没有资金了 那么就相当于市场 没有了一个流动的一个活力 那么想要上涨呢 当然是非常难了啊 那么如果只说没达到一个 合适的一个位置 那么资金呢 其实是不愿意去进场的 因为毕竟前期啊 都有不小的一个盈利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愿意把口袋紧紧的给捂住 等市场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以后 然后再去进场啊 那么相对来说呢 也是比较安全的 300和688没有涨停的呢 我们暂时也还是先直接过啊 那么我们看能不能够在今天 选择到一些比较合适 是明天上车的一个标的 国心啊 国心这只标的呢 也是今天的一个手板 风单呢 也是比较大的 东北制药 目前呢 也是达到了一个二板的一个高度 今天的一要能够再次走强的 确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强了啊 青岛金王也是一个手板 黑芝麻 今天再次进击成功 我们也把它加到今天的自选当中来 全聚得 锐能今天整体的一个反攻情绪呢 并不是很强 市场的一个承接力呢 也比较弱 格力地产呢 目前走出了一个四板啊 再次进击成功 用顺态啊 之前的一个次星啊 在这一波走的是非常强的 那么经过了连续的调整 今天呢 也是再次封板了 但是次星呢 我们一般都是不做的啊 中锐啊 西安旅游 像西安饮食啊 西安旅游啊 今天呢 也都是走出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突破 今天呢 也是直接的一板到二板啊 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突破的一个走势 尤其是像西安旅游啊 西安旅游 西安饮食 都是近期比较热门的一些标的 那么最强的呢 依旧还是这个西安饮食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二板 今天的一个文艺科技啊 昨天呢 也是在尾盘的时候呢 有这种 像这个港股的一个芯片 走得呢 非常强 所以今天的一个文艺 包括今天的一个大港呢 都走出了一个掌停板的一个走势 但是文艺呢 并不属于今天市场的一个主要龙头啊 那么文艺科技和大港去做个对比呢 我们先把它加到这选当中 今天的一个文艺是封版成功了 但是这里的封版的力度呢 相对来说呢 也还是比较弱的 人人乐啊 再次进行成功了 先加入 那么如果拿大港和文艺去做对比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大港的一个人气啊 或者是市场观众度 以及它的一个走势呢 要更强一点 但是一旦是超过了五个点以上的一个涨幅呢 一般呢 都不适合去追了啊 包括今天的一个大港 开盘呢 也是直接开到了八个多点 那也是不适合再去追了 奥翔药业 也是一二里面的一个小幅的一个手板啊 下面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放量 近期一二涨了很多 但是呢 它都没有出现涨 所以一二板块呢 目前的热度还在 但是呢 它是会形成一个高低位的一个切换啊 岭南 同心达 海南野岛啊 海南野岛这只走的呢 应该是这个非白酒啊 所以今天的一个白酒概念呢 包括受到的这个今天整体走的呢 也是非常强 海南野岛呢 目前呢 也是走出一个主身浪 但是目前呢 不属于市场的一个主流 只能说是短期的一个小热点 新华之耀呢 今天呢 是再次进击成功了 一二三四五六六板 但是目前呢 已经不适合再追了 之前和大家说过 那么昨天在分析新华之耀的时候 也和大家说 昨天这里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41块多 应该是历史的一个新高 达到历史新高以后 如果不能够突破 将会形成一个双顶的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的一个多空竞争呢 也是非常的一个激烈 昨天的一个41.47 达到历史新高以后呢 有资金呢 就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个砸盘的一个迹象 尾盘呢 还是直接封板成功晋级了 那么目前的一个位置呢 已经比较高了啊 就像前期的一个仪领一样 那么一旦达到了历史新高以后 上方没有任何的一个套了盘 那么下方的一个资金承接呢 也就不会有太高了 今天的一个换手呢 也是达到了62.91% 高位的换手一般呢 都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呢 我们只关注 暂时呢 我们不打算去上车 金业达啊 金业达这支标记呢 是之前呢 是属于性创的一个龙头和中国软件啊 金业达包括成卖科技 当时这一波走的呢 也是非常非常强的 前期呢 也积累了大量的一个人气 那么这支标记呢 整体的一个流通盘呢 也并不是很大 所以今天整体一个多亿的一个资金呢 也就直接把它给封到了一个涨停的一个位置 那么去做一个对比 能够发现下方的一个量能逐步起来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爆量的一个走势 那么达到这里的一个位置 逐渐量能开始出现了一个萎缩 那么对应的呢 也是近期之前历史的一个新高 那么从整体的一个量价关系 我们能够看到当量爆起的时候 整体的股价也是随之而上涨的 但是一旦量缩了以后 整体的股价呢 也是发生一定幅度的一个调整 之前每一波上弓啊 这里的上弓占上二十字线 一旦跌破了二十字线以后呢 和大家说过 一旦跌破了二十字线 说明阻力是不打算进行防守的啊 那么在这里以后 从今又起了一个爆量 那么经过了连续的一个调整以后 再次形成了一个爆量和前期的一个量能 几乎是维持到了持平的一个高度 那么在这里说明资金呢 又重新选择了操作运作这支标的啊 那么能够看到前期的堆量 和今天的一个堆量 底部的放量和高位的一个放量 是出现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高位的放量说明资金在跑 那么低位的放量说明资金在进 今天的一个资金呢 是防守连续的突破了一个二十均线 二十均线是短期阻力必须要防守的一个均线 如果站在二十均线的一个上方 说明阻力还在 如果跌破了二十均线 说明阻力在短期来说呢 要进行一个震荡或者是洗盘 那么像九安今天没有走 也是由于站上二十均线的一个原因 那么建议达呢 是再次突破到了二十均线的一个上方啊 所以今天呢 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制选当中 上方在62的一个位置 是有一个缺口的啊 所以这一波能不能再走二波 再走出一个强势的一个上方形态 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的一个关注目标当中来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安娜尔今天呢 也是形成了一个反包 之前呢 走的也是非常强的 这一波安娜尔呢 也是再次站上了五日和十日的一个均线 那么安娜尔涉涉及到的呢 是一个服装家访啊 包括这个三台概念 中高端的一个服装品牌 前期呢 也是有大量的一个人际做积累的 那么之前和大家说过 五日线下啊我们一定要做防射 五日线上呢 我们要去做攻击 那么这只标题呢 也是重新站上了一个五日线 人气还在啊 那么前期大幅的一个拉伸 也为他积累了大量的一个市场人气 以及关注度 目前的一个位置呢 也是重新站上了五日线和十日线 能不能攻击二波 我们依旧要作业关注 今天呢 在连续的跌停调整一下 今天重新站上了五日线和十日线啊 我们再次把它加到制选当中来 真是同啊 属于一个手板 红星啊 目前呢 也是一个手板 大连二板啊 金海啊 像同性楼 同性楼呢 应该是历史的一个新高了 之前呢 我们也有所关注 那么这只标题呢 是走这个 这个餐饮的啊 走这个酒店餐饮的啊 今天呢 也是再次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我们同样啊 再次把它关注啊 中金手板天鹅 天鹅之前走的应该是这个贡销社啊 农机供销社 那么之前这里是有过一部二十线支撑的 那么在今天呢 同时在这里呢 再走出一波三十线的一个支撑 同样的站到了各条均线的一个上方 天鹅啊 也把它加到今天的资源当中 所以当大家能够发现 当市场有前期的非常多的一个龙头 逐步的去引领这个市场去拉升的时候呢 那么将是市场的人气逐渐开始恢复 以及转暖的时候 因为像前期不是龙头的这些标记呢 几乎大家能够发现啊 我今天没有去选择上车的 第一那没有合适的一个标的 前期的龙头呢 基本上都熄火了 没有合适的一个入场标的 但是今天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呢 不管是这个天鹅也好 还是这个我们这个今天关注的一些大港呀 啊 或者是这个金业达呀 啊 都是我们前期关注的一些前期人气龙头 他们再次出现上涨的时候呢 才能够达到这种市场 以及资金的一个共鸣 这样呢 才让资金呢 就是愿意上车的一个意愿 那么资金愿意上车 有赚钱的一个效应 才能够推动市场的人气 去进行带动指数 再次进行上攻 市场的上涨一定是资金的一个推动 那么市场的一个下跌 一定是资金的一个流出啊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那么赛龙呢 今天也是再次二板啊 今天的一个一要段出现大幅调整 短期出现调整没有关系啊 只要中长线 依旧是维持上攻的一个走势 就可以了啊 步步高呢 目前呢也是二板 步步高目前受到的是这个 一般零售 包括这个免税店 那么疫情逐步放开以后呢 那么对于这种零售啊 酒店餐饮旅游 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利好 但是呢 他们并不是属于市场的一个主线啊 所以呢 暂时就不加了 大港呢 是受到了昨天啊 港股尾盘拉芯片的一个利好影响 今天找盘呢 是直接大幅的高开 找盘呢 也是有所关注的 那么一旦大幅的高开 超过了五个点 肯定是不会上的 那么上方的一个高点呢 是在20.5啊 在这里呢 是在这里是没有突破的 经过了连续的一个洗盘 这里一直在有资金在做啊 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从下方的一个量呢 你明显能够看到 在这里是起了第一波 在这里呢 是起的第二波 然后呢 今天再次起来呢 是起的一个第三波 整体的一个上行的趋势 依旧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大港呢 今天再次涨停 包括和文艺科技啊 它俩呢 是可以做一个对比的 你可以发现大港的一个走势 是明显的要强于文艺科技的啊 这也是由于大港在前期呢 有大幅的一个拉升 也是受草市场 以及资金的一个重点关注啊 导致的连续啊 能够上攻 然后再调整再上攻啊 整体的一个走势 也是非常强的 大港呢 再次关注 我们的接着往下看啊 西安饮食 今天的再次三板 那再次经济成功了 但是这种呢 我们是只看 但是呢 是不选择上的啊 我们 吉红 吉红当时呢 我们也是有所宽注的啊 那么今天呢 是再次封版了啊 这支标的涉及到的呢 是互联网电商啊 web3.0啊 等等的一些概念 但是呢 手版市场并不是很认可啊 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反包 昨天的一个反包以后呢 是再次出现到了一个涨停的一个走势 这种走势 我之前记得和大家说过啊 当时是选择到了三只 有一只是出现反包的 那么和这里的一个走势呢 就非常非常的相似啊 结果第二天呢 也是我记得也是出现了上涨的 那么这支标的呢 我们先关注吧啊 先关注一下看看啊 看能不能够明天走出这种反包的一个走势啊 日发啊 这个是安泰 安泰呢 是二版啊 英飞拓 英飞拓呢 今天呢 也是再次封版了 前期呢 也是五版的一个高度啊 今天呢 也是站上了五日线和十日线 上方呢 也有一个缺口 即将呢 要进行回补啊 也把它加到今天的资源当中 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今天选择到的适合上车的标的呢 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巨轮智能 前期的这一波走势呢 我们也关注过 有了非常强的一个资源人气 今天呢 也是再次在底部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走势 它涉及到的呢 是这个专用设备啊 工业母机 工业4.0等等的一些概念啊 前期呢 我们也是有所关注过的 那么今天的一个底部放量 量能放的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依旧是有资金在去运作的 并且呢 也是在2.6的一个位置啊 形成了一个震荡的一个双底 在这里能不能够突破 上方的一个压力呢 是在3.11的一个位置啊 这只标的呢 我们也加入到这种当中 看适不适合上 我们明天再决定 远大智能美邦二连板 那么今天呢 就全部选择完了 今天选择到的标的呢 就非常的多 一共是有15加 那么15加以后呢 明天呢 我们就有适合的标的去上车 但是呢 一定要U中选U 强中选强 因为目前的一个指数呢 并没有突破3200点 以及无日均线的一个压制 我们整体的仓位呢 依旧要控制五层仓位以下 目前的一个九安 明天如果不能够封板 我们依旧要选择下车的 所以明天呢 我们可以去上两只标的 两只新的一个标的 如果九安不能够封板呢 我们就直接选择下车 那么剩余的两只标的 各两层的仓位 一共是四层的仓位 整体的一个仓位控制呢 依旧是在五层以下 所以到底这15只标的当中 哪两只标的适合去上车啊 又是前期的一个热门龙头 我们一定要右中选右 强中选强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文章当中呢 再给大家做一个 详细的分析和讲解 那么今天的一个 张力马复旁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